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领取第36届金鸡奖提名者表彰 说会继续努力的 2023年11月3日 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在厦门举行 李雪剑 慧英红 承尔 黄博 王一博等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 王一博接受了本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表彰 和李雪剑 胡军等前辈同台领奖 王一博领奖时 感谢了中国文联 中国电影家协会和金鸡奖所有评委 感谢了吴明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前辈 最后感谢了承尔导演夫妇 王一博说 他会继续努力的 承尔导演坐在台下 为王一博鼓掌 欢呼 看得出他是真的为王一博感到高兴 吴明的制片人 伯纳影业董事长于东野道场代表吴明剧组领奖 他特意提到了吴明这个片名的由来 是源自一块吴明英雄的纪念碑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但你的功绩永世不灭 王一博这次活动 一身干练的西服套装 胸前佩戴着香奈儿珍品珠宝羽毛胸针 羽毛是香奈儿创始人非常爱用的元素 寓意为 你虽没有翅膀 也依然可以高飞 王一博从练习生到小爱豆 到转型为演员 到敲开电影的第一扇门 再到获得中国电影最专业奖项的认可 一路走来 披荆斩惊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王一博在内娱升级打怪的过程 就是普通人的奋斗史 他没有宗族的护佑 没有资本在背后保驾护航 当别人凭熟人的推荐就能出演大IP 凭拼盘电影里打酱油的角色就能拿提名的时候 王一博只能靠一次次的面试去争取角色 靠一步步过硬的作品打得人心服口服 他说他会继续努力 可不是说说而已 无论是吴明里现场学习背诵的日语台词 热烈里吊着微亚几十遍的倒立旋转 长空之王里危险的翻车镜头不用替身自己上 王一博的努力是实实在在被所有身边的工作人员见证着 为什么穆强的人会喜欢王一博 因为他是真的强 他的强不是人设 不是资本打造的花瓶 不是特权的伪装 他是被热爱驱动的 经历过四年海外练习生的磨练 凭权为成绩实力出道的专业爱斗和成功转型的专业演员 成尔导演说王一博生活中不作作 镜头前有光彩 希望王一博能达成所愿 11月4日 金鸡奖颁奖典礼将如期举办 祝福王一博 愿他能得到他应得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